教育部计划拟定新的高等教育法令以赋予大专生自由发生的权利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全表示 新法令将和多个高教相关法令合并 包括1971年大专法令 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 以及1976年教育机构纪律法令 章文长-文长 yang berharu ini dapat dibentangkan di Parlimen, Dewan Rakyat dan juga di Dewan Negara pada tahun 2020 selepas kita 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AGC dan juga daripada Kabinet 张念群今天在国会上议院回答 上议员拿督阿南丹的提问时表示 一旦新法令落实 将为学术人员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 有效的教学 目前教育部正在收集教育机构的意见回馈 预计6月就能够拟定新法框架 再将文件成交内阁讨论